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嘉雄 2020年6月5號早上10點27分,俄語道第21道 第六篇第22章,子曰齊變賜於魯,如一變賜於道 賜於,我們常常講賜於我這個人呢,賜於你怎麼樣賜於 在文藝裡面有九個賜於,第一個是第一篇第十章 夫子賜於四番人,他到那個邦國 第二篇第七章,賜於全馬,皆能有樣 第三篇二四章,君子之賜於失業,就是到達這裡 再來第五篇第十九章,這個 另於子文為另於,另於子文三次為另於 然後,契而為之至於他邦 契而為之至於他邦 第六篇第十二章,未常至於也至至於 第六篇二十二章,就是我們幾篇至於五篇至於道 第七篇十三章,不圖為樂,至於失業 第八篇十二章,三年學,不至於古,不亦得也 這九個字雲呢,事實上在篇章裡面跳背了很多 那這種關聯性呢,在我們今天博士聽說裡面 關聯這個在訊息處理過程中呢 額葉就是,大腦皮是額葉,就是投入在前的額葉 額葉呢,它關聯區域是屬於最高神職的訊息處理 所以它調節進程區域中呢,它是屬於智商跟智者 所以這額頭的亮不亮,天頂飽滿不滿 就跟著這個就關心到了 那這一念葉跟整葉,它深度聯繫是一個斷念系統 就是聽覺啊,還有視覺,就是忍者的情懷 那那個計畫跟調節呢,是頂葉 它是信訊斷念的執行,勇者的氣度 所以大腦皮質呢,在額葉葉就是思葉 然後它中間這個傳承這裡呢,基本上還有一個邊緣葉 就是大腦皮質是新皮質,這是古皮質 所以在人體上,在前面的這個計畫呢 那部落格區有左側 它以左額葉為準,它屬於胃經脈,意識與智慧 所以這一段如果有問題,撞傷或者是顏色比較暗的時候 它在表達能力上,就是愛在心裡口難開,無以言喻 或是這個地方的血液循環不夠好 所以在額葉的訊息處理中,就會四半功倍 所以職位職場,均職資道四焰 行其也供四張也竟然明眼會十焰 就是這個整個腦部業,然後做一個很高水準的升華跟調整 那維尼克區呢,是在這個基本上 它是大腦的涅葉的後方 跟頂葉和整葉的交界處為主這個地方 它屬於膽經脈管牆 所以它在斷裂系統上,它跟滅葉整葉的關係比較短 所以人是不可以言而言之言 言不由衷會四倍空白 那我們今天這個輪椅道 第21道就講到這裡,謝謝各位